消费税明年上调 受访议员认为 政府出台的援助配套 将能缓解税率提高对国人的冲击 学者则表示 分阶段提高消费税 对企业的影响较大 来看记者 陈云女儿蔡可涵的报道 消费税将逐步上调到9% 国人对此反应不一 现在已经7%也是 你出去吃东西这些 你已经可以feel到了 如果要再加多一点 我认为我没有这样多出去吃东西 不大会影响 因为我都退休16年了 而且很少消费 好过直接一年7% 至少要是分一年一年 受访议员表示 加强板定心与援助配套 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消费税 上调对国人的影响 我走访的时候 当然很多居民都会表示 是对这个上调 有这个长远的担忧 然后现在 加上现在 物价上涨的这个 当下的这个压力 接下来我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去听取民意 听取当下的这个反应 然后怎么样子 去表达这个反馈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就是教导 和跟我们的居民一起合作 关于有一些开销呢 是否是真的是必须的 还是可以怎么样的 从中减少一些 好像打个比方说 节约水电方面 我们认为这只能延长 缓解 但不能完全免除 调高消费税 所对国人的这个冲击 所以我们非常关心 在这次疫情还在延续 全球经济付出 还持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很多的未知数的 当然调高消费税的风险 学者认为 逐步调整消费税 让国人有更多时间 适应新的税率 不过对企业可能有一定的影响 如果是一次过的调整 那个消费税 那个负面影响会一次过的 就影响到那个业主 还有可能消费者 不过你逐渐的 逐步的去调高那个消费税 就可能每一年那个业主 会要觉得会需要应付 这个负面的影响 所以要应付两次 学者认为 超过66亿元的援助配套 足以帮助低收入家庭 适应消费税调涨